长者因为身体机能的退化或者是生病的关系 行动往往会变得比较迟缓 物理治疗师就提醒大家 其实可以透过简单的运动 帮助长者恢复肌力或者是平衡感 别小看这条平凡的带子 只要使用这条带子加上一些简易的动作 就可以帮助失能的长者慢慢恢复肌力 用这个带子的话 那我们就比较可以做选择性的一些肌力训练 对然后针对于各种不同的肌群 然后做加强的训练这样子 失能的长者最常出现肌力平衡感退化 只要给失能长者适当的训练 就可以帮助他们找回行动自主权 他的好处就是如果我们拉紧 就是可以针对于长者他们的肌力 那如果说他肌力比较强 我们可以就是请他拉紧一点点 然后如果他就是比较没有力的话 那我们就松一点点 那对他来讲阻力就不会那么的强 那他就做活动就会比较轻松这样子 家中如果有失能的长者 建议可以鼓励他们参加互助团体 来增加长者附件的机会 让他们在身体以及心灵上都能进步成长 天外天新闻沈志勇林锦鱼 新北市采访报导 有很多座的消防 我们下车房 也不是很高兴